好兄弟们 前段时间这个李益州李博士课程被下架的新闻大家都知道了吧 那自从过完年骚扰发布之后呢 AI又再一次火了 那其实在这个圈子的人都知道啊 这几年的AI一直都是一个大火的赛道 而且这个竞争呢也非常的激烈 但是这个骚扰的发布啊 尽管只是一些演示的视频 也绝对算得上是可以写进人类历史的时刻 也让更多之前没有了解过AI 或者一知半解的小伙伴呢 动了这个学AI的心思 那网上流传的这样一张梗图啊 相信大家都见过 中美两大AI巨头的对比 其实看着也挺讽刺的 那我们不去评判这个李益州博士所谓的割韭菜是否正确啊 因为咱们是一个讲技术的频道 并不是一个讲观点的频道 但是随着AI技术爆发式的进步 和在各种媒体 不论是这个官媒还是自媒体的宣传下不断的被普及 越来越多的人想学AI 想通过AI来提高自己的工作效率 或者说就是想尝鲜玩一下 巨大的需求呢也确实摆在那里 那有需求呢就有市场 所以才会有这样那样的老师来教授AI赚钱 所以即使今天这个李博士的课程被下架啊 只要需求还在那里 就一定还有这个张博士王博士继续赚这个钱 所以我觉得与其去抨击那些卖客的人 不如为新手去做一个相对系统的视频 让他们从一开始就对这个行业有一个大概的认识 然后去针对性的选择适合自己的项目去学习 这样能不能避免被割我不知道 但是起码在这个学习上呢更有方向和效率 毕竟就算把这些割韭菜老师批的一门不值 他赚的钱呢也到不了我们自己的口袋 就好像某些人站在道德的制高点骂得山呼海啸 但是丝毫被影响人家赚钱后在夜总会左右右抱 那平心而论呢我问各位谁才是那个真正的傻屌 好我们是一个正经的频道 那在开始讲之前呢也请大家注意一下 我这个视频的制作时间是2024年的3月初 因为正如我之前所说 AI这行呢变化太快 可能过个半年一年再返回来看这个视频 我们会发现有很多的工具都不一样了 这个很正常 不过这也算是记录AI历史的一种方式 然后呢我这个视频所介绍的各个赛道的软件和项目 并不是这个赛道的全部只是基于我有限的了解 好那我们先从这个AI作图的赛道来讲起 因为我应该算是这个全网最早做华语AI作图教程的那批人之一 那这一年走下来也见证了不同的AI工具 不断的更新迭代和完善 就这个细分领域而言 我认为我还是有一些了解的 那因为这个是方向性视频啊 我们并不讲这个具体的技术细节 那总体来说呢主流的AI绘图有三家 分别是Made Journey Stable Diffusion和Delle 那我们来分别说一下这三家的优势和不足 首先是这个Made Journey 作为当前应该说使用人数最多的这个AI绘图工具 Made Journey最大的亮点呢我认为有两个 操作简单 出图精美 Made Journey作为一款主打文身图的AI 基于聊天软件Discord的使用 我们可以在Discord聊天窗口中通过调用Made Journey的机器人 然后输入我们想要作画的内容来完成绘画 当然为了让画出的图片更加符合我们的要求 Made Journey也提供了许多参数 供使用者在一定程度上对图片进行控制 但是这些控制的参数呢 更多是控制大体的输图方向 很难去控制图片中的具体细节 所以说Made Journey的使用场景呢 更多是用来做一些概念性比较强的图片 然后呢Made Journey是付费的 之前最早是有免费额度的 但是现在已经不支持这个免费试用了 然后最低套餐是一个月10刀 还有30刀60刀120刀的套餐 现在呢支持支付保护款 大家也可以暂停看一下这个套餐的内容 实际上主要就是可以做的图片数量不同 当然还有一种方法呢就是拼账号 市面上呢也有很多账号合租的平台 合租账号的优势呢在于价格便宜 但是缺点呢也很明显 因为一个账号Made Journey支持的并发数量有限 所以可能会出现做图时等待比较长的情况 不过这个价钱和质量永远都是成正比的啊 所以大家都理解 然后呢因为Made Journey是基于聊天软件Discord去使用 而使用这个Discord是需要科学上网的 所以使用Made Journey呢也需要梯子 那这个问题呢不在本视频的讨论范围之内 我相信能看到我这个视频的小伙伴啊 已经解决了这个问题 好然后呢我们再来说这个Stable Diffusion 也就是业内俗称的SD 其实这个Stable Diffusion呢是一种绘图的方法 准确的说 不论是我们上面提到的Made Journey 还是一会儿要提到这个DLE 其基本原理呢都是Diffusion扩散模型 但是如果放在这个AI绘图的语境下 我们提这个Stable Diffusion默认说的就是这个东西 也就是Stable Diffusion YVUI版 那Stable Diffusion YVUI呢支持文生图的操作 也就是我们输入一段文字 YVUI就会为我们生成图片 YVUI还支持这个图生图的操作 也就是说我们提交给YVUI一张图 它就会参考这张图片生成类似的图片 那我们还是先说一下这个YVUI的优劣 首先呢YVUI最大的优势 在于相较Made Journey呢出图的可控性大大增加 这个可控性的增加呢基于以下三点 首先说我们可以在YVUI中去自由且直观的调整这个出图的参数 相较于Made Journey在提示框中输入参数的这种形式呢 显然更加的方便 其次呢就是基于YVUI有着大量的插件 最出名的就是这个ControlNet 我们可以使用ControlNet去更加精确的控制我们的出图 当然还有这个画脸插件 动画插件 风格迁移插件 分区绘制插件 提示词翻译插件等等 那这些插件呢也都让YVUI更加的强大 第三呢就是开放的模型生态 那这个优势不只是针对这个YVUI 包括一会我们提到这个Focus和ConvyUI呢也有这个优势 那新手呢可能对模型的这个概念不是很了解 我们可以把模型呢比作是一个专业的画家 有的模型呢是专门画这个写实风格的 有的模型呢是专门画这个二次元的 而我们就可以在YVUI中去自由的调用各种模型 应该算是当前最主流的Stable Diffusion的应用 但是由于其参数和插件众多 学习成本呢也大大增加 相较用Mainterney的操作呢会更加复杂一些 YVUI更适合对图片有一定控制需求的场景 比如说电商换装 室内设计 海报制作等等 所以其实有很多做电商 摄影 室内设计 或者自媒体的朋友呢 已经将这个YVUI作为生产力的一部分 或者说可以辅助优化这个工作的流程 但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啊 就当前的这个时间点来说 真正能将这个YVUI的出图 用于商用的场景呢并不多 这很大程度呢 是因为我们在用这个YVUI出图的时候 由于算法的原因呢 原产品的某些细节可能会被更改 而且无法精确的做到这个出图的一致性 比如说出一组套图 那尽管我们可以通过这个ControlNet的一些插件 在一定程度上去做这个控制和优化 但是并不能达到这个100%的效果 当然这个问题呢 不是YVUI的问题 是Stable Diffusion的问题 所以我们今天所有提到这个基于Stable Diffusion的绘图工具 都会有这个问题 但是就过去一年的经验来看 这些问题呢 也在不断的被改进和完善 也不断有这个新的插件和模型出来 对出图的流程和质量做出优化 如果对图片的要求呢 没有那么高 可以用这个YVUI来试一下 最后呢 再说一下这个YVUI的使用 当前YVUI呢 主要有三种使用方案 最简单且最普遍的 可能是大家耳熟能强的这个秋叶启动器 我们可以使用秋叶整合包 在Windows上一键安装使用YVUI 这样免去了很多环境配置和程序搭建的麻烦 但是因为在本地部署 需要我们有一张比较好的显卡 才能流畅的运行这个YVUI出图 这也算是有一定的硬件门槛 那第二种方法呢 就是云部署 那我之前所有的教程啊 都是基于云部署的 从一开始用这个Google Club 到后来用这个腾讯云 都是云部署的教程 云部署最大的优点呢 就是不吃本地算力 而且不管在哪 不管什么设备 只要连上网呢 就可以运行出图 而且用的是这个原生的YVUI 界面呢也更加的干净 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 去安装插件和模型 不足呢 首先是需要一定的程序能力 因为不同的服务器呢 需要配置不同的环境 和安装依赖才能运行起来 虽然有一些一键安装的脚本 但是还是需要一定的 修复bug的能力 其次就是这个云部署呢 比较依赖于平台 比如我之前用这个Club 跑YVUI 然后有一段时间呢 Club就突然禁止跑这类程序了 还有就是这个腾讯云 之前的这个价格呢 非常优惠 60元可以购买15天的服务器 无线玩 但是在优惠取消之后呢 恢复原价 这个价格呢 咱确实也是高攀不起 因为我最早的教程啊 有一部分是基于这个腾讯云部署的 然后这个腾讯云涨价之后呢 很多人就玩不了了 所以我就因为这个事儿 还没圈内成为 以一己之力 薅光腾讯云羊毛的男人 好 那除了我们购买这个GPU的服务器 自己部署 其实还有一种方式 就是去租用 已经搭建好应用的云服务商的服务 那我现在用的就是这种方案 我用的平台呢 是端脑云 当然国内还有很多类似的平台 那这种方式的好处呢 就是省去了自己搭建环境和程序的麻烦 那同时呢 又不吃本地的算力 使用端脑云或者其他云服务商 也是需要按需付费的 比如说按分钟 按小时 按天 或者包月付费 那虽然这个价格不是很高 但是长期使用呢 也算是一笔持续的开销 那我们总结一下这个YBI 首先它的优势呢 在于出图的可控性比较高 然后这个模型和插件呢 也比较丰富 虽然在操作上要比MIDA竞技复杂一些 但是网上可以找到的免费的YBI的教程呢 也有很多 学习起来呢 并不会特别的吃力 然后如果是用于长期生产力的话 个人建议还是大家去买一张不错的显卡 把这以上显存的 显存在12G以上呢 当然更好 因为显卡是一次性投入 而且现在这个显卡的价格 相较于前几年挖矿潮的时候呢 还算可以接受 那如果只是想先试一下玩一玩 可以先白嫖这个郭物Club的免费算力 或者注册端脑云平台 还用它这个免费送的额度去尝试一下 看一下这个上手的难度和是否适合自己 再决定是否深入学习 好 那说反正这个Web UI啊 我们再来看下一个Focus 那如果说 MIDA竞技出图精美 但是控制不足 Web UI呢 控制力强 但是操作复杂 Focus应该就是说 结合了这两款软件的优点 那其实一开始呢 Focus在AI绘图圈子里 并不算是一个大众的项目 准确的说呢 应该是一批杀出的黑马 它的诞生基于作者 对AI绘图丰富的经验和理解 而且还有一个时间点比较重要 就是这个Focus诞生之初 Stable Diffusion刚刚发布了 这个最新的Stable Diffusion XL的模型 那这个模型在触图的质量上呢 相较于之前的1.5版本 有了一个较大的飞跃 那我们可以在这个Focus中 和MIDA竞技一样 仅仅通过简单的提示词呢 就生成这个相对精美的图片 也可以像操作Stable Diffusion一样 通过去调整参数 在一定程度上呢 对这个图片进行控制 那我认为这个Focus的定位呢 是非常成功的 相较于MIDA竞技 它在不出图片质量的同时 可以免费使用 而且本地还有这个一键安装的部署包 最低支持这个4GB的显存就可以跑起来 而相较于这个Web UI 它的UI设计呢 更加的简洁友好 使得新手呢 更容易上手 那如果感觉这个MIDA竞技的价格比较高 Stable Diffusion学起来呢 比较复杂又吃配置 可以先尝试一下Focus 但对图片的可控性和插件的支持程度 还是Web UI更强一些 所以这个Focus呢 也更适合于刚刚接触AI的绘画新手 那我个人认为 将这个Focus作为学习AI绘画的入门软件 门槛呢 要比直接入门这个Web UI要低一些 而且也更容易画出精美的图片 获得成就感 好 然后呢 我们再来说一下这个Config UI 可能大家见过这个Config UI的这个界面 然后呢 第一感觉就是头大 那相较于这个Web UI和Focus 这种节点形式的界面呢 确实一看就非常的唬人 给人感觉的很复杂 不过我要说的是啊 这些都是假象 如果是有一些Web UI或者Focus基础的小伙伴 再学这个Config UI就不会那么吃力 因为Config UI无非就是将那些参数和插件 换成这个节点的形式展现出来了而已 那我个人认为这个Config UI最主要的优势呢 有以下几点 首先这个Config UI呢 是Stable Diffusion的母公司 Citabetic AI的亲儿子 这也意味着Stable Diffusion有什么更新 Config UI呢 都会第一时间做到兼容 比如说之前这个Stable Diffusion XL模型的发布 最开始就是可以在这个Config UI上去做测试的 然后Web UI才逐渐做了跟进 那对于渴望第一时间去长线技术的小伙伴呢 Config UI绝对是首选 那其次呢 就是我们可以利用这个Config UI节点化工作流的特点 去定制相对标准化的 专业的 可移植的出图的流程 也可以针对性的去修改或者添加某些节点 去自由的改动和优化现有的工作流 对于这个AI出图的项目化呢 非常的友好 第三呢 就是相较于Web UI 同样配置下呢 Config UI的出图更快 这个可能是程序内部的优化做得好 或者说这个Web UI呢 相对臃肿 所以就这个出图的体验上 Config UI会更好一些 不过这个Config UI相较于其他AI出图的劣势呢 也很明显 首先呢 就是上手需要一定的难度 尤其是如果之前对这个AI出图没有一点了解 就直接使用 可能直接就是从入门到放弃 那其次呢 可能就是要求这个使用者有一定的程序处理能力 因为这个Config UI有时候在配合使用其他插件的时候呢 可能会报错 或者我们在使用其他人的工作流的时候 可能会出现这个节点缺失的情况 这些呢 都需要我们去自己排查 或者安装一些相应的节点 才能使这个程序正常的运行 那总体来说呢 Config UI可能不太适合入门就学 我个人的经验呢 是有一定这个AI绘画基础之后 再去学Config UI呢 就会轻松一些 但是Config UI具有的流程化和灵活性 也是其他Stable Diffusion软件不能比的 而且如果想深入了解这个Stable Diffusion 或者作为生产力 可能相当一部分Web UI的玩家呢 最终也会转向这个更专业的Config UI 好 那说到这里呢 我们来总结一下刚刚这三个Stable Diffusion的项目 Web UI,Focus和Config UI 那就入门难度而言 Focus是最简单的 Web UI中等 Config UI最难 那就对出途的控制而言 Config UI和Web UI呢 其实差不多 但是Config UI呢 更容易做这个流程化的处理 灵活性也更大 那我个人当时学习的路径呢 是Web UI到Config UI再到Focus 不过很重要的原因呢 是我在学Config UI的时候 Focus还没出来 那如果让我现在推荐这个学习路径 我觉得首先还是学这个Focus 然后呢 学Web UI 最后呢 是Config UI可能会更加轻松一些 那以上提到的三款工具 大家都可以在我的频道 找到这个免费的系统的教程 虽然有一部分呢 已经过期 比如说这个用腾讯云部署 Club部署等等 但是跟着学软件的操作 还是没有问题的 或者大家也可以在B站上 去找一些免费的教程去学习 个人觉得还是没有必要去付费学习的 当然如果大家在看我教程中 遇到任何的问题 也可以在我下方的视频去留言 我都会尽力回复 那这个事情呢 我从做这个教程第一天开始 一直到现在都是这么做的 大家随便点一个视频 刷到我下方的评论区 我的留言回复率呢 一看便知 甚至Focus MRE版 还有最新发布的这个Forge UI 还有各种功能更单一 但是更专注的产品 那我们不可能在一个视频里 全部都覆盖到 所以这里主要介绍这个Web UI Focus和Confi UI三款相对主流 和人数使用较多的产品 那不管使用哪个UI 都没有速成的 想要更加灵活自由的使用Stable Diffusion 必须对它的每一个参数 都进行非常深入的了解 不过虽然Stable Diffusion难以速成 但如果熟练使用一款软件 再去学别的软件 就会感觉非常容易上手 因为这些软件的底层是相通的 好 那我们继续 我们看到在这三个软件的下方 我还添加了一个Photoshop 那没错 就是我们耳熟能详的 用于做图的那个Adobe Photoshop 那PS作为一款强大的图片处理工具 在去年中旬的时候 推出了自己的AI产品Fairfly 当然我也做了几期相关的视频 来介绍这个Fairfly的用法 那相较于上面的Web UI Focus和Confi UI Fairfly最大的特点 就是集成在Photoshop中 而且用的是这个云端的算力 去做计算出图 所以不论电脑是什么配置 都可以在这个Photoshop中 去使用Fairfly 那因为Photoshop的用户群 很大一部分都是专业的美工 图片处理的需求也相对明确 所以Fairfly在Photoshop出图的流程中 更多的是扮演这个辅助的角色 比如说我们可以借助 Fairfly的创成式填充功能 去很方便的在Photoshop中 去修正人物脸上的斑点 或者一键抠图 或者做这个图片的融合 所以有Photoshop基础的小伙伴 可以将Photoshop更新到最新的版本 使用这个Fairfly去辅助绘图 然后Fairfly还支持网页版 页面地址我也放在视频下方的描述 或者大家也可以看我之前的视频 进行相关的操作 不过这里需要注意的是 首先Fairfly只支持正版的Photoshop 所以需要一定的购买成本 那如果大家用的是Photoshop的破解版 可能会出现不稳定 或者用着用着就不能用的现象 所以大家如果想尝试Photoshop Fairfly的话 也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 去选择合适的方案 那好 我们再来看一下 最后一个AI绘图的工具DLE 那这个工具是由大名鼎鼎的AI公司OpenAI开发的 我是从DLE2就开始使用并录制教程 现在最新的版本是这个DLE3 那DLE3相较于上面的Madegrini和StableDefusion最大的优势 就是其对文本强大的理解能力 简单说就是用DLE3画出的图 能更好地展现我们描述中的信息 尤其是当描述中有相对复杂信息的时候 DLE3会做出一个相对比较好的处理 然后这个DLE3对人物的手部 牙齿 多人物 字母等出图场景的完成度 相较于Madegrini和StableDefusion会做得更好 但是DLE3也有一些不足 比如说它的风格比较单一 尤其是在提示词中没有特别说明风格的时候 出图的风格就会偏统一化 其次就是当前OpenAI已经将DLE3 作为多模胎的一部分接触到这个ChannelGPT4 所以DLE3也是需要付费使用的 我们需要将我们的ChannelGPT升级到GPT Plus 才可以在GPT中去使用这个DLE3去进行绘图 当然我们也可以使用微软的Copilot去进行作画 调用的也是DLE3的模型 因为Copilot目前是免费的 所以这也算是免费白嫖DLE3的一个方法 那DLE3更适合本身就有GPT4的用户 因为这样就不会额外再去付出成本 然后如果大家有绘制相对复杂场景的需求 或者有相对较大段的提示词的时候 可以用DLE3出图试一下 一般来说会更容易得到一个不错的结果 好 那我们AI绘图这一块就说完了 我们先来简单的总结一下 当前AI绘图有三件课 分别是Madegrini,StableDefusion和DLE 那如果不考虑这个算力的价格 StableDefusion是免费开源的 不过运行需要本地有一张不错的显卡 或者使用云灯部署 Madegrini一个月最低的套餐是10刀 大概可以出200张左右的图片 那标准套餐是30刀 可以无限出图 不过图片出到一定数量之后就会有速度限制 可能在刷图的时候需要等待一个较长的时间 DLE基于GPT4 开通这个GPT4一个月要20刀 不过没有出图限制 只有GPT4限制每三个小时可以交互40条信息 不过这个量使用DLE3应该完全够用 那如果从这个版权的角度来说 DLE3是最严的 比如说我们用这个DLE去生成一张钢铁匣的图片就无法生成 因为涉及到角色IP的版权 但是我们可以通过描述在一定程度上去绕过限制 比如说把描述修改成一个穿着红色钢铁盔甲的人 那Madegrini的版权就相对宽松很多 基本上很少出现这个不让出图的情况 最多是这个出图的原角色像不像的问题 而这个Stable Diffusion因为模型比较丰富 所以基本上不存在这个版权的问题 倒不是说用Stable Diffusion做图就不会侵权 而是说这个Stable Diffusion因为是我们自己部署的 所以想出什么图片都可以画出来 你理解的没有问题 就是任何图片它都能画出来 包括你想的那一种 好那说完这个AI绘图 我们马不停蹄的来看一下这个大语言模型 那鉴于可能看这期视频的小伙伴 有很多是刚刚了解这个AI 所以我们先来简单的说一下什么是大语言模型 还有什么是多模态 大语言模型就相当于是一个可以和我们对话的人 我们可以用这个自然语言去和他交流 他会基于他训练的数据给到我们回复 或者解答我们的问题 或者翻译我们的文本 或者总结我们给到的文章等等 那什么是多模态呢 如果把这个大语言模型比作一个只会说话的人 那结合了这个多模态之后 这个人就有了看听读画的能力 比如说最开始这个XGPT只是一个大语言模型 我们和他交互的时候也只能输入文字 他给我们返回的也只有文本信息 而结合了多模态的GPT4 就可以识别我们发给他的图片 就好像他有了看图的能力 还可以跟我们语音交互 就好像他有了这个听和说的能力 包括他还能调用我们刚刚说的这个DEL E3 去根据我们的要求去画图 就好像有了画画的能力 那我们接下来就来看一下当前几款就有多模态的大语言模型 那首先肯定就是号称宇宙最强的XGPT 当前GPT免费的版本是3.5 付费的版本是GPT4 XGPT的强大之处我们不必多说 作为当之无愧的最强的模型 它可以辅助我们完成很多的事情 比如说总结资料 写文案 读论文 多语种翻译等等 而且不论是准确度还是完成度都相当的好 那GPT3.5就逊色了一些 不过这个GPT3.5是免费的 那有关如何注册这个XGPT账号 我也在之前的视频中做过详细的演示 那想要将这个XGPT3.5升级到GPT4 一个月的价格是20美金 但是我们当前国内的储蓄卡是无法付款的 即使使用这个Visa或者万事达的信用卡 有时候也会付款失败 所以一般支付走的是App Store或者Google Play的接口 网上搜一下相关的购买教程也有很多 或者大家也可以用这个合租账号来体验一下 当前GPT的合租账号的价格 大概是在这个35人民币一个月 相较于20道的价格还是比较便宜的 但是仅仅用于体验 如果将这个GPT4作为生产力去高频使用 还是强烈建议自己想办法去充值使用自己的账号 好 说完这个GPT我们来看一下Gemini Gemini是谷歌公司旗下的AI产品 也是一个支持多模态的大演员模型 Gemini现在有三个版本 分别是可以在手机或者其他硬件端使用的清亮模型 Gemini Nano 然后是目前可以在网页端免费体验的Gemini Pro 还有最强的需要付费的Gemini Ultra 那不难看出这个Gemini Pro对标的就是ChinaGPT3.5 然后这个Gemini Ultra对标的就是ChinaGPT4 那Gemini Ultra目前的价格是19.99刀每月 和GPT4的价格类似 但是因为刚刚推出前两个月是免费的 也就是说我们当前可以免费体验这个Gemini Ultra 那具体大家可以看一下我这个视频 那我个人对比使用下来呢 Gemini相较于GPT还是有一些差距的 但是这个差距不是很大 如果以当前这个GPT4是100分来看 Gemini Ultra大概就是85到90分的样子 然后Gemini Pro大概就是70分左右的样子 那这个呢只是我个人使用下来的主观感受 不代表任何的官方数据 那Gemini最近又推出了一个Gemini 1.5 这个模型呢现在还没有上线 但是它的亮点呢是能够支持更长的上下文 那具体的介绍呢大家可以看一下我这个视频 那其实这个市面上AI大语言模型的项目呢还有很多 比如这个微软的Copilot OpenAI部分员班人马做的Cloud 马斯克的Grog 扎克伯格的MetaAI等等 那几乎不管是国内还是国外的大厂呢 都在这个赛道上发力 以至于我敢的研究和迭代自家的AI产品 那我个人认为如果大家可以接受付费 而且有将这个AI用于生产力的场景 那一个月20刀的拆的GPT4呢建议无脑路 使用起来绝对可以提高工作效率 那我目前个人的情况是GPT4和Gemini Ultra都在使用 但是就使用量来说 使用GPT4的频率会高很多 好那这里插一道啊 就是我正在剪视频的时候呢 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个由OpenAI原团队开发的项目Cloud呢 最新推出了第三代模型Cloud3 那这个系列呢一共有三个型号 分别是Cloud3 Haiku Cloud3 Sonnet 还有最强的Cloud3 Opus 那由于是刚刚发布啊我还没有来得及试用 但是从它这个介绍页面给出的各项数据来看呢 最强的Cloud3 Opus的测试结果呢均在GPT4之上 然后就现在啊打开抖音上就有好多这个短视频 一开头就是什么宇宙最强大眼光星地位一页一主 GPT4跌落神坛之类的 那我觉得具体有多强呢 还是晚些我自己出个测试视频来亲人试一下再说 不过说实话 个人还是很期待这个Cloud3的表现的 好那我们继续 我们再来看一下AI生成视频这条赛道 那相较于生成图片呢 AI生成视频呢明显更有噱头 毕竟说一句话就能生成视频 这基本上呢就是魔法一样的能力 那当然AI生成视频的技术上和难度上呢 和AI生成图片远远不在一个数量级 虽然我们都知道这个视频是由一张一张图片快速播放而成的 但如何保证这个图片之间的连贯性和统一性 才是最难解决的问题 这也就是为什么前段时间这个Sara单望页面一发布 就引起了页内的轰动的原因 因为这个Sara生成的视频 其自然度和流畅度呢 完全吊打在之前市面上所有AI生成视频的方案 那因为这个Sara还没有正式上线 所以我们能做的也只有等待 不过这里多说一句啊 就是当前这个时间点 当前市面上所有生成可以使用Sara的人呢都是骗子 没有之一 百分之百的都是套壳其他的程序 生成的视频呢 也完全和Sara做出来的质量不在一个水平上 还请大家多多留心切无上当 然后呢就是Stable Diffusion的母公司 Citability AI发布的图生视频模型Stable Video Diffusion 我们可以在刚刚提到的YVI和Config UI中 去部署使用Stable Video Diffusion的视频生成项目 那这个使用呢是完全免费的 当然还是老问题 我们需要有一张足够算力的显卡 那这个SVD的模型呢 在过年的时候升级到了最新的1.1版 而且近期呢上线了网页端 我们也可以在这个网页端呢去免费体验 好 然后呢是这个Animated Diff 那这个工具最早的版本呢是出动图 可以在这个YVI或者Config UI中去使用 动图的连贯性呢做的也是相当不错 后来随着这个Animate Diff的模型不断的迭代 现在用这个Animate Diff也可以做出相对丝滑的视频效果 当然这个Animate Diff呢还是有一些使用门槛的 如果有这个Config UI基础的小伙伴 再去学习搭建Animate Diff的相关节点 可能会更加顺手一些 好 那刚刚我们说到的这两个 不论是这个Stable Video Diffusion 还是Animate Diff都是开源可以部署的 也就是说如果是Stable Diffusion Web UI或者Config UI的用户 是可以将这些项目部署到本地或者云南上去运行的 费用呢也只是这个显卡的硬件成本 那当然这也需要我们有一定的部署能力 然后呢我们看一下下面这些 Runway、Picca、Domo AI以及Pixiverse 那这四个项目呢属于有专门的团队和公司去做开发和运营 用户需要去付费使用的项目 当然一些项目呢也会有一些免费的适用额度 那Runway和Picca呢这两家做的比较早 两家都支持这个纹生视频、涂生视频、视频转会 视频局部修改等功能 然后下面这个Domo AI主打的是视频转会 也就是说我们输入一段视频 它会为我们转会成不同的风格 那最后这个Pixiverse呢也有纹生视频和图生视频的功能 那就现在的技术来说 我们下方这些所有的项目 不论是开源可以自己部署的 还是可以商用的 生成视频的质量效果呢都很一般 基本上一眼就可以看出来是AI生成的 因为生成的视频呢多少会有一些走动 那这个完全和Sora生成的视频的质量 不在一个水平线上 所以有想入局或者学习AI视频的小伙伴呢 现阶段呢也不要对这个AI生成视频的质量呢 抱有太大的希望 尤其是想将这个生成的视频用于商用 现阶段呢AI还远远达不到那个级别 那这里多说一句 就是这个Sora出来之后呢 市面上呢有很多号称Sora生成视频的网站 那这些网站呢有一个算一个啊 全是套壳 背后的技术呢大多用的是Stava Video Diffusion的模型 或者是接着其他平台的API 但不管它后台是怎么操作的 绝对和这个OpenAI的Sora毫无关系 也请大家多多留心 好那最后呢我们来说一下这个AI语音生成 那其实生成语音这一块呢 有两个明确且巨大的需求 一个是文本转语音 另一个呢是这个语音翻译 那首先我们来说一下这个文本转语音 那大家都刷过抖音 刷到过那个注意看 这个人小美 那种软件配音的解说视频 那其实背后用的就是文本转语音的技术 那在这个AI语音模型之前呢 市面上文本转语音的工具呢 配出来的声音就有很强的机械感 但是现阶段呢有很多个人或者团队 可以通过训练声音模型 在一定程度上使这个读出来的文本的音色和语气 甚至口音呢和给到的素材相近 然后呢我们再来说一下语音翻译 那这个需求呢也非常明确 就是将已有的音频呢 翻译成另一种语言的音频 比如说将这个中文翻译成英文 那大致的技术流程呢 首先是将原音频做语音转文本的识别 转换成文本 然后呢将这个文本翻译成对应的语言 再用这个文本转语音的工具呢 将翻译后的文本读出来 配合前面我提到的这个训练声音模型的技术 市面上一些产品呢 可以做到翻译之后的音频的音色 和原音频的音色基本一致 再加上这个纯型匹配的技术 从感官上来说呢非常惊艳 比如说前段时间比较火的 郭德纲说英文相声的视频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 这个赛道上都有哪些产品 首先是这个赛道的领头羊 Eleven Labs 它可以实践文本转语音和语音翻译 效果呢绝对是这个行业的第一梯队 而且它家呢 还在不断开发新的音频相关的产品 第二家呢是黑镇 那这个公司呢主营业务是数字人 所以对这个面部模型训练呢也很擅长 那黑镇呢去年火爆了一下 就是因为它将这个纯型匹配的技术 和语音翻译的技术做了结合 可以生成翻译后的讲话的视频 而这个讲话者的口型呢也是可以对上的 但需要说明的是 不论是这个黑镇还是Eleven Labs 去做这个英文文本转语音的效果呢 要远远好于这个中文 可能是因为这个训练数据的问题 那这两家在做中文文本转语音的时候 会带有一些奇怪的口音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第三个GPT Sovite 那这是一款开源的 国人开发的文本转语音的工具 它的亮点呢是可以根据5秒的音频素材去刻入音色 而且用它去做中文语音生成的效果呢会更好 那下面这个Waterleap和VideoRetalking 是两个开源的音频纯形同步项目 大家也可以理解成开源版的黑镇 但实际测试下来啊 这两个项目最终合成口型的效果 相较于黑镇还是差一些 那具体这些语音项目呢 我都做过相关的视频去做介绍 大家有兴趣的话呢也可以分别点击查看 好 我们来总结一下 这期呢我们大概说了一下生成式AI的四个细分赛道 分别是AI出图 AI大语言模型 AI生成视频和AI语音 那每一个赛道上呢 其实都有相当多的项目 不论是这个国内还是国外的 个人开发者还是公司 都在凭自己的产品和努力的 在一点一点的推动这个技术的进步 那我这个视频录制的初衷 我一开始也说了 因为这个AI圈呢确实云轮混杂 新手如果刚入门的话呢 很难找到一个相对完整和明确的指引 所以我只能说把我知道的 有限的 并且测试过的AI产品呢给大家罗列一下 希望能帮助大家理清思路 不过说实话呢 因为现阶段的AI真的发展是日新月异 今年过完年之后给我最大的感觉 就是各大厂在开年就开始各种发力 而且都是那种王炸级别的发力 视频呢也根本做不过来 往往是一期视频还没剪辑完 其他厂的新产品就又上线了 所以这里也请大家能最好关注一下我的推特 有时候我这个视频来不及做出来 但是一般都会在这个推特上发一些简单的产品介绍 也算是一种了解项目的方式 而且就我这个视频里所展现的AI项目 真的是众多的项目的冰山一角 也确实是我能力有限无法做全 也请大家多多包涵 如果我在视频中的介绍有错误 或者说这个过一段时间 相关的AI产品更新了迭代了 功能不同了 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指出 我能一定虚心学习 那还是那句话啊 大家有任何的问题也可以在这个评论区留言 包括具体的那些教学视频 看到哪一期有疑问的话 或者因为这个时效性和视频演示不一样了 也可以在这个评论区提问 或者找一下是否有相关的回复 尤其是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置顶的评论 那这里也希望和大家在学习AI的道路上 共同进步 学有所成 那这就是我们这一期的全部内容 最后也非常非常感谢大家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